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个怎么把那些3d文件设定好 然后导入到那个keychain里面 那就很简单 我就直接拿这个millions的去给你们演示一下 那那反正就两种方法 第一种非常简单的就是比如这样子 我这有个块对吧 呃 但我平常你看我画 我会用这个模式比较多 对这个 呃 就是这个叫什么模式 对shift这个模式 然后第一种方法就是那个这个 呃 第二种会比较复杂 而且作用不是很大 那我这里再开个那个new layer layer run layer run的时候呢 就是那个红色 对吧 那我就把它换到那个layer run上面去 那你看到哎 对这个就变红色了 那这个就简单了 为什么 如果你说我把小黄能换成红色 可不可以 绝对没有问题 你刚换成红色 就这样子换 呃 你问我说 你可能会想要不要换成黄色 呃 没有必要 为什么 因为这个东西只是说 呃 比如说我这里 呃 我有两个两个两个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的时候 对 那我扔进去的时候嘛 对吧 呃 那直接就说 key shot就会默认说 呃 这个和这个就同样是红色部分 当然他们同时也是这样子 layer run 就是同样的同图层的情况下 那直接会默认就是说他们会被赋予同一个颜色 那这是一种方法 这个是很简单嘛 反正就是说你开的时候 反正就是这个layer的时候嘛 你啊这这边 你一点的时候 你一直一直这样子新开啊 开很多个 反正就是说看你需要呗 对吧 那就ok了 然后那个的话就是那个 诶 诶 我先还我先还原一下 那个对 另外一种第二种比较复杂 但这个也是不建用的 对 呃 对 哦 我还要还要去红色的线 ok的 哦 可以可以 哦 我们一直越远就突然那个下一次说啊 对 那这样子ok的以后对吧 那我们需要去那个 ok 我们需要的话是做那个第二种方法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第二种方法 第二种方法这样子 你看到对新材质 这是这个是中文的文件 所以说看起来非常的简单啊 就是说你们直接在这里点两下 然后可能是说我设定好这个颜色 哎 但你会看到现在什么都没有 对 你需要打右键 刚刚那个shake这个模式就可以了 因为我平常会看那个面结构线 那如果是说个人喜好了 那还有就是这样子 第二个render 就是说如果你用那个material这块来fill 呃 我们简单叫fill 颜色fill 就fill就填充颜色的话 就是说我们会用就这块 那我们就用render这个模式 但其实这个哎 你看到其实就对 这就出问题了 反正就先不用管它啊 来看这里就变黑掉 反正就是哎 没掉对 就这样子 所以说呃 刚刚第一种方法是比较简单的 而且你去转给那个工程部门 或者呃 能加速脖一的话 他直接能看到上面颜色 因为工程师通常也是这么分颜色 呃 所以说尽量呃呃 怎么讲呢 呃 如果是读设计同学 不要一直以那个设计角度去上这个颜色 尽量以工程的那边角度 为什么 因为这样子生产上面它会更那个流畅一点 因为而且你这边上的最好的颜色 你到key shot里面也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说这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呃 就不要再做了 呃 你可以放一个新材质怎么样 比如说我现在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就赶紧那个点那个pinscreen 然后截图就说我连渲染都不渲染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啊 那可以没问题 你就像像我现在这么弄 然后给别人看 这是ok的 但通常都会渲染 因为现在不太接受 就是说 呃 这么草率的一个一张图 就很多不接不那个接受草图了 慢慢其实开始有一个做什么影片的这样子一个趋势 好 那这样子的话反正设定材质的话很简单嘛 对吧 反正就是说你设定好自己的颜色 你设定好自己那个反正就是那个粗糙度的那些啊 对吧 也不粗糙度就是这些啊 goss finish 对吧 啊 对 就大概就这样子 然后就ok了 然后分好图成什么件 什么部分 对吧 比如说我可能我黄色 那是头部什么的 对 这样子就ok了 然后你那最后完成了就啊 我就我就不储存了 因为反正就是说我没试过两个一起都fuel了 那一个就两个一起就这样子两个我都fuel了 就是填充了就是填充了内容嘛 就是呃 就是那个material那边和那个刚刚第一种layer那边我都填 我没试过两种填充扔进来是什么感觉 但是那个我通常都分开 反正我只用只用其中用方法 这是key shot的的两种方法 反正就是说 那么rino两种导到key shot里面的方法 那你看反正也是会默认 但是那个就通常除非你零件很多 但呃 不然的话 你第一种的呃 第一个内容其实就够了 基本上就这样子啊 好的 那一个rino的那个文件导入的课就到这里 有什么问题可以那个给我留言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